我想現在喀怒颱風我們一直持續關注它的路徑 星期一的時候我也特別到防災中心 拼取各局處防災準備 而且昨天市政會也特別在技藥組各局處 做好各項的準備工作 那今天下午一樣我們會到參謀中心 做三級強化的拍攝 同時會再次持續關注最新的路徑跟公視輿量 那當然我們之前四個縣市 就已經有共同討論 會依循相關的機制 以及停班停課的作為標準 當然也會是實際的情況 我們會及時的聯繫跟溝通 來確定接下來是否會停班停課 我想我們下午會聽取最新的報告 那當然我們會持續的關注 另外當然一定要達到 停班停課的標準 以及後續是否造成我們四個縣市 就是市民朋友在通行時候的各種方便性以及安全性 所以絕對是以市民的安全為最優先的報告 市長你現在講市長跟張市長 因為這一次台風只有到紀北北會達到標準 那張市長那邊桃園是有可能放台風下嗎 你用四縣市的舞台會不會去選擇 我想還是要看天氣預報 這次天氣預報已經有一些資料看起來 就是未來幾天其實紀北北陶的雨量都不會太小 所以我們原則上還是盡量跟我們 紀北北同步作業會對我們市民比較方便 今天上午攝影機公關 今天上午十一點半 氣象局持續針對今年的六號台風卡弩 發布海上台風警報 目前卡弩台風位置的是在距離 台北東方約五百一十公里的海面上 未來將持續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目前卡弩颱颱颱� aos więc 維持在中度颱風的上限 近中西的最大風速是每秒48公尺 而它的暴風範圍也是有280公里 未来随着它逐渐的往西北西方向移动 将会暴风圈逐渐接近影响到我们的近海范围 也因此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 就包含了台湾的北部海面 还有东北部海面 提醒这些海面上面航行的作业船只 一定要严加戒备 而在台湾附近海域活动的船只 也要多加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 卡努台风在接近的过程当中 今天已经为台湾附近带来一些外围云气上面的影响 我们先从目前的累积雨量图上面来看 累积雨量图上面显示呢 在今天中部以北这一带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 主要中部以北是在沿海 而在竹苗这一带的雨势会比较明显一些 这主要是在今天清晨的部分呢 在竹苗这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回波发展 那累积雨量呢 苗粒有来到114毫米左右 而这样子外围环流的影响呢 在今天白天都会持续 甚至到了晚间之后 整体在北台湾这边的降雨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看到雷达回波图的部分 从雷达回波图上就可以看到 目前这些回波都是断断续续的 受到地形的影响 在北台湾这一带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我们从未来的降雨趋势上面呢 也可以看到 在今天随着台风逐渐接近的过程 北台湾的降雨累积增多 而在中南部这一带的山区 也开始有一些降雨增多的情况 至于到了明天 台风是逐渐的较为靠近 而且西南风在晚间也会开始逐渐增强 所以北台湾包含基隆北海岸这一带 是受到台风环流的直接影响 而在中南部随着西南风的增强 整体的降雨也会开始增多 而到了周五这段期间 台风它在台湾附近 是呈现一个比较缓慢的移动的情况 所以说呢 在这段期间 西南风持续的影响之下 在中南部这一带的降雨持续 尤其平地的降雨 也比先前还要增多了 而北台湾的降雨趋缓的程度 则要是到时候台风远离的速度而定 至于在外岛附近的天气 在澎湖、金门、马祖 在目前为止大致上 都还是以比较偏向多云道寝的天气 偶尔有一些外围云气的影响 可能也会有一些降雨几率 那在明天开始呢 随着西南风的增强 澎湖也会开始转为 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形 一直持续到后续 至于在我们被封测的东半部这一带 整体来说大致都是一个比较偏向多云 然后气温比较高的情况 目前呢在台东地区的长滨 还有在太马里这一带 其实已经有观测到36度以上的高温 那所以说在今明两天 花冬地区还是要留意比较偏高的气温 像是或是被封沉降 有一些焚风的情况 至于在未来 我们在短期之内的降雨趋势 这是未来48角小时的降雨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也就是说到了今天晚间开始 北台湾还有中南部的降雨增多 而中南部地区到了明天 白天大致上面还没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不过到了晚间开始也是增多的情况 台风的路径显示图的话 是可以看到在今天台风 逐渐地接近到台湾的 就是通过这个琉球北方的这个海域 那明天呢会持续地接近到台湾 所以到明天深夜呢 大致上会来到距离我们最接近的 这个时间点 那在它的暴风范围的影响之下呢 可能在明天 就是白天就有机会接触到台湾的 这个本岛陆地 所以说在路景上面的评估的话 我们预估在今天的下午到傍晚左右 也是有机会发布到路上的警戒 那一开始会受到这个路上的警戒的影响的范围 大致可能会在整个北海岸东北角的这一带 那后续这个整个影响的时间点的话 还是要是台风它接近的这个程度而定 因为它在明天的速度上面会略微地减缓 所以届时实际上面影响到的这个时间点的话 是会持续地去观察评估 它主要的导引目前往西北溪的移动的话 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 或者是它本身处在它自己的这个季风低压带 那这样子的影响之下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导引的势力是越来越减弱 所以它未来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减缓的 那其实它在最接近台湾的这个点 就是我们这个明天的深夜这个时间点 其实在各个客观模式的预估上面呢 都是有一些东西的这个位移 那可能要看它到时候整体在滞留的情况 那到时候会导引它往东北方向移动的话 主要是看它东侧跟南侧这个高压势力是不是有增强 那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比较可以补充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细极的路径预测的资料 那可以看到这个是今天的晚间八点的时候 那到了明天 那这个是明天的整个落点的范围 所以说呢 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分歧度在的 那甚至它整个分歧的方向是比较偏向东西走向 所以这也是显示导引气流的不明显 那对于电脑模式来讲的话 其实还是有蛮多不确定性在当中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它到时候 密切地监测它整体减速的情况 那再看它到底会距离台湾市有多接近的程度 那不过整体来讲这个暴风范围呢 是有280公里左右所以其实对陆地上面不管东西偏移一些 增多下雨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之下 要防范大雨或是好雨的状况 那在周四周五这边我们看到后续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 所以中南部这边的降雨也会后续持续继续的累积 那但是呢我们在周六这段期间 台风是有偏向加速远离的状况 所以说届时呢台风的影响就会比较小 在北台湾这一带的降雨也会比较减缓了 那东半部在这段期间来讲大致上面都还是要留意高温的情形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队长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